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正在調查 三宗新增的2019冠狀病毒病的確診個案 這三宗個案全部都是輸入個案 包括兩宗由英國輸入 一宗是印尼輸入 但是三宗個案都是驗出了 有L452R的變異病毒株 回顧一下過去兩個星期 14天6月8日至21日 我們累計報告 其實總共有偵測到27宗確診個案 27宗個案全部都是輸入個案 而這些輸入個案我們看到一個趨勢 首先開始越來越多 跟變異病毒株感染有關 在27宗的全部輸入個案當中 有17宗跟變異病毒株有關 8宗就是M501Y變異病毒株 9宗就是L452R的變異病毒株 我們也看到第二個趨勢 就是似乎在輸入個案的壓力上 似乎L452R就開始慢慢增加 我希望提醒市民 就是全球疫情仍然嚴峻 我們就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希望大家謹記住 就是除了要快接種 勤洗手 戴口罩 令到我們香港互守住 亦都是保持疫情的受控 在零入誘